今早7、8点 据我们第一首我们《啤梨漫步》的特弱记者 蔡喵喵 为什么他会出去呢 因为他跟他的男伴 他是男伴 你知道在这些情况下 就算没有男伴去到那里 这些革命情况当然很浪漫 很多是一群群男女去 但我问他有没有认识到一条新鸟 又说认识不到 因为每个人都不想着 然后又不聊天 我心想为什么呢 因为他实在不听话 他在我们公司拿了一件中马的T 把他可拿的身形掩盖了 我叫他拿了XS 超细马 那你对东西突然出来 是不是会多赤很多保护你 是的 这是事实来的 就算是社园街 就算打掌掌也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说 不过如果我坦白说 他跟今天我看到的质素 也会比较低 你又不要这么说 你看到什么质素 我真的 很冷静 很多 很冷静也出去 是 真是 那我乖叔叔也要出去 今晚和上机前 你很冷静也出去 是吗 是吗 真是 那你又没有立即 不是 我也想起来 我们要整个 阿鑫鸡不知道是否正在听节目 我们立即出个稿 我们要整个黑色的 啤梨漫步的T 是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 我们是啤梨漫步的COO 是吗 对不对 OK 好了